2020年4月开始 有关外军违反两国协议协定 第一边越线搭建便桥修建道路 频繁在边境越线征控 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 导致边境局势陡然升温 在达成一个帐篷以后 现在又搬过来一个新的帐篷 6月 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悍然越线挑衅 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 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 团长齐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 仅待几名官兵前出交涉 却遭到对方蓄谋暴力攻击 齐发宝组织官兵一边喊话交涉 一边占据有力地形 与数倍余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搏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 官兵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 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外军溃步成军 暴头逃窜 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 付出了惨重代价 按着按着 图上按着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 团长齐发宝身先世俗 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 战士陈祥荣 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 英勇牺牲 战士萧思远 突围后义无反顾 返回营救战友 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士王卓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 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导茜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